外公突然跑来我们家 说要带走我和妹妹其中一个 作为她的继承人 外公是知名画家 身家不菲 妹妹以为跟了她 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所以上辈子义无反顾地跟外公走了 而我 被爸爸妈妈精心培养后 嫁给了一位超级富豪 成为了人人艳羡的阔态 妹妹嫉妒我 千方百计地爬上我老公的床 可我老公并不想和我离婚 于是 妹妹在豪宅里放一把火 搂着我同归于尽 我们一起重生在了外公来家里 我和妹妹下星 出生在一个资产几百万的小富之家 本来一家四口过得平顺安稳 但是爸爸却野心勃勃 一心想跨越阶层 继身上游社会 为此 他很早就开始培养我和妹妹 希望把我和妹妹都嫁进顶级豪门 外公不认同爸爸妈妈这样的教育方式 他也要传承话术为由 在我八岁那一年 来到了我们家 说要带走我和妹妹其中一个 作为他的继承人 上一世 妹妹以为跟着外公 就能继承外公的全部家产 所以毫不犹豫地跟着外公走了 之后 他成了一名自由画家 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 并且继承了外公的上一身价 但是当他看到 我嫁进了全国福布斯排行榜前 时的超级大富豪时 他却眼红了 所以这一时 当外公出现时 夏星同时拉起了爸爸和妈妈的手 爸爸 妈妈 我长大以后 要努力赚钱给你们养老 妹妹一向调皮 不听管教 这下爸爸妈妈听到这话 瞬间开心得不得了 我面带笑容 主动拉起了外公的手 用软弱的声音对他说 外公 我也要给你养老 外公听到这话 欣慰地笑了 那我们走吧 临走前 妹妹来送别 在我上车前 他得意洋洋地说 下月 这辈子轮到我来做豪门破胎了 他眼中全是迫不及待的欲望 和呼之欲出的贪婪 我勾了勾嘴角 耐人寻味道 那就祝你得偿所愿了 夏星以为 嫁进豪门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事 可他不知道 我上辈子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希望他永远都不会后悔 现在的选择 夏星从小就爱妙虚荣 看到贵族学校里的女同学 穿的限量版衣服鞋子 他总要吵着爸妈给他买 可爸妈能力有限 经常回绝他 他为此经常和爸妈闹脾气 外公是国内著名画家 他随便衣服画都能卖出千万高价 夏星以为跟了外公后 就能随便买他想要的限量版衣服 可外公从来不纵容他 外公送他去普通的学校读书 给他买普通的衣服 也从来不带他参加有钱人的聚会 他每天都是画画 他说 见到画布和颜料就想吐 对我 他则是各种艳线 爸妈为了把我加进豪门 可谓是费尽心思 他们给我报了各种才艺培训班 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下 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虽那一年 爸妈给我举办了隆重的成人礼 我在成人礼上大放一彩 也赢得了很多富二代的芳心 我成了圈子里最受欢迎的千金名媛 大学毕业后 爸妈把我介绍给了 大我二十岁的国内顶级富豪张腾飞 之后 我成了人人艳羡的豪门阔态 到哪里都能享受的超级待遇 夏兴眼红不已 他想过上我这样的生活 为此千方百计 爬上他姐夫的床 他甚至怀了他姐夫的孩子 可张腾飞并不愿意娶他 他和他只是玩玩 他让他把孩子打掉 夏兴为了报复张腾飞 一气之下 就放了一把火烧了他的整栋别墅 整个张家都葬身火海 此前 夏兴把我关在房间里 他掐着我的脖子 和我同归于尽 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也别想得到 再一睁眼 我们都重生了 在外公来我们家之前 他对我说 夏月 我们的人生剧本也该换一换了 这辈子我要做豪门阔态 我云淡风轻 好啊 求之不得 我相信 这一时 他一定有机会看清张腾飞 禽兽不如的真面目 希望到那时 他还能笑着跟我说 夏月 我不后悔我这一时的选择 回到外公的家后 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虽然外公没有给我买名牌衣服 也没有带我去参加高级聚会 对我还很严厉 经常逼着我画画 画到他满意为止 他从来不会说好听的话安慰 但是我却觉得很自在 再也没有人逼着我上各种技能班 再也没有人逼着我 去讨好圈子里的那些富太太 也再也没有人逼着我 去伺候那些油腻 能当我爸爸 甚至爷爷的大佬们 夏兴梦寐以求的 其实是我最想摆脱的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我的16岁 这年过年 妈妈带着夏兴 来到了外公家里 到我和外公接回去过年 我穿着素朴 也没有化妆 整个人清汤挂面 不像夏兴 一身名牌 化着淡妆 整个人从头发到脚趾 都是精致的 他对我一脸嫌弃 村姑 我置若罔闻 笑而不渝 寒假期间 夏兴迎来了15岁的生日 他是爸爸妈妈精心培养的家族希望 当然要大半特伴 夏兴穿着昂贵的礼服 略施粉带 整个人就像瓷娃娃一样 精致漂亮 认识谁见了 也一不开双眼 我依旧是穿着朴素的衣服 也不化妆 我就想默默无闻 最好没有人注意到我 夏兴在宴会上 跳了一支惊艳绝论的舞蹈 引来众人的掌声 夏兴太美了 夏兴简直就是为跳舞而生的 不去跳舞 简直可惜了 夏兴 你太棒了 在众人的掌声下 夏兴喜不自胜 爸爸妈妈也埋怜自豪 我看向旁边的外公 外公面舞表情 我小声地问道 外公 夏兴的舞跳得那么好 你不为他鼓掌吗 外公冷哼一声 带着不屑的口吻说道 爱慕虚荣的一家人 有什么值得鼓掌的 我笑而不渝 外公真是火眼金睛 把他们一家人都看透了 夏兴跳完舞后 爸爸妈妈就让他去讨好圈子里 那些特别有钱的富太太 可夏兴的目的心太强了 尽管费力讨好 也没有人愿意买他的单 那几个特别有钱的富太太 没待多久 就觉得他的生日索然无味 走了 临走前 我听见一位富太太 用比仪的口吻 对其他几个富太太说 夏兴的父母想把夏兴打包 塞进我们这些顶级豪门 谁看不出来啊 我又笑而不语 爸爸妈妈真的 聪明反背聪明物 愿意留下来那些 陪伴夏兴过完整个生日的人 都是和夏家资产相当的小富之家 但是爸爸妈妈根本瞧不上他们 让夏兴端着点 不要和他们走得太近 生日宴会结束的时候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夏兴因为没能讨好住 顶级豪门的阔态 而惹来爸爸妈妈的不满 他们当着我和外公的面 训斥了夏兴一顿 爸爸恨铁不成钢 我让你对他们说点好听的话 你怎么就没能多说点呢 你的嘴巴是干什么吃的 蠢货 爸爸妈妈 你们让我说的我都说了 他们不喜欢我能怎么办 夏兴满腹委屈 妈妈失望至极 还狡辩 今天晚上你就关在小黑屋里 不要出来了 说着就让佣人把夏兴拖走了 外公什么也没说 只是摇头叹息 然后拉着我的手上楼休息了 半夜我起床上厕所 上完厕所后 我决定去看看夏兴 夏兴被关在柄楼的小黑屋里 这间小黑屋没有水 也没有电 是爸爸妈妈 专门用来惩罚我们的特质房 前世 我曾在这间小黑屋里 待了无数个日夜夜 每当我让爸爸妈妈失望的时候 我就会被他们关进这里 我没能讨好那些 特别有钱的四太太时 我没能让他们的儿子喜欢我时 我没能抓住大佬的心时 他们都会毫不留情地 把我关进这里 以至于我特别恐惧黑暗 夏兴不知道 上辈子 我一直都活在对黑暗的恐惧里 在无数个深夜里失眠 我看了全国有点名头的医生 不看不好 夏兴搂着我同归于尽时 我其实已经游进灯窟 命不久已了 彼时我才不到25岁 还没到顶楼 我就听见夏兴的哭泣声 自上而下的传来 委屈 伤心的情绪 弥漫在深夜里 显得分外沉重 我不由自主地勾了勾嘴角 夏兴 这就是你求之不得的生活 时间飞得很快 很快就迎来了我的高考 上辈子 我学习成绩本来就不错 这辈子又学了一遍 所以高考时轻松超常发挥 三 被哈佛大学顺利录取 也是国内唯一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高考生 电视台纷纷来报道 我瞬间成了热度最高的网络红人 全国网友都为我喝彩 外公很为我高兴 月月 你真棒 你太棒了 不善言辞的她 竟然对我说出这样慷慨激昂的话 爸爸妈妈知道我考了这么高分后 大为震惊 自从我跟外公走了以后 他们就对我不闻不问 全副心思都附在了夏兴身上 再加上我刻意低调 从来不与他们分享我们的学习成绩和其他好事 所以他们很难注意到我 他们没想到 在他们眼中默默无闻的长雨 竟然考进了世界顶级学府哈佛大学 他们一向虚拢 说什么都要为我举办庆祝宴 不由分说 就把我和外公都接到了他们家 然后通知了所有圈子里的人 邀请了所有小富质家 大富质家的有钱人过来 因为我一直被寄养在外公身边 又刻意保持低调 圈子里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存在 这下我在高考上大放异彩 把他们的好奇心充分地调动了起来 纷纷跑来爸妈家里参加我的亲公宴 家里门庭弱势 人满为患 热闹非凡 人都是木墙的 夏兴费尽讨好 也不愿意让他们正眼多瞧 她的一眼的那些顶级富太太 竟然对我青睐有加 夏月 你怎么这么棒啊 夏月 我准备让我儿子复赌 你能不能辅导一下他 夏月 你有男朋友了吗 我看你和我儿子很配哦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儿子 爸爸趁热打铁 赶紧回房间 把我刚画好的画作拿下来 我们月月不仅学习成绩好 就连画画也是很有天赋 妈妈也自豪不已 是啊 我爸一直教月月画画 月月又肯勤学 把她的精髓都学到了 众人看了我的画后 纷纷露出惊艳的神色 月月 你的画画功底太强了 夏月 你怎么这么全能啊 你是仙女本仙啊 夏月你真的太优秀了 我女儿又你一半我都拖了乐了 众人把我夸上了天 夏兴却极度地红了眼 庆功宴结束后 夏兴来到了我房间 凭什么 凭什么这一事 你还是抢我的风头 我到底输在了哪里 她愤愤不平 满腹不甘 我波澜不惊 淡淡地回了一句 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争 这就是原因 但凡要争要赢的人 最终一定失败 没想过要争要赢的人 反而会赢得轻轻松松 但这些道理 无知浅薄的夏兴 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果然 她不屑一顾 谁会信你这些鬼话 你爱信不信 她满腹不甘 这辈子 我不会再说给你了 咱们走着瞧 我没有接受任何 富太太抛过来的橄榄枝 不顾爸爸妈妈的反对 我和外公早早就去了美国 一是为了提前 适应那边的生活 二是为了躲开 爸爸妈妈的纠缠 来到美国后 一切都清静了 我也很快就适应了 这边的生活 转眼就过了一年 一年后 迎来了夏兴的高考 夏兴曾信誓旦旦地 对爸妈说 要学姐姐考哈佛 但她也才考了600分而已 连清华北大都过不着 爸妈对她很失望 听家里的佣人说 她被爸妈关在小黑屋里 整整三天三夜 差点饿死 我都懒得去泼冷水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我就大学毕业了 因为我的美术功底强大 我还没毕业 就有很多设计公司 高价邀请我加入他们 甚至还有两个奢侈品公司 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我全部婉拒了 我对名利不感兴趣 也不想再卷入名利厂里 我只想自由 毕业后我直接回了国内 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能够好好地陪伴 并且照顾外公 我一回国 外公就积极地为我的事业铺路 他会在他的画展上 同时挂上我的作品 逢人就说 这是他的外孙女的作品 清除于兰而胜于兰 他甚至还搬出了我的高学历 哈佛的高才生 我很快就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与此同时 夏兴也即将大学毕业了 在他大四那年 在爸妈的牵线下 他和张腾飞有了交集 此后 他主动出击 倒追张腾飞 很快就把张腾飞拿下 爸妈给他买了排卵药 当着我的面 爸妈对夏兴千丁万主 务必怀上他的孩子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不要错过了 夏兴满心欢喜地接过药 爸爸 妈妈 你们就放心吧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爸妈走了以后 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 夏月 你是哈佛毕业的又怎么样 最终你也没有嫁得我好 仿佛他已经嫁进了豪门一样 我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那就祝你得偿所愿 他以为阔胎的生活非常美好 但事实却是 几乎没有扩胎是幸福的 据我所知 过得苦不堪言的扩胎 大有人在 夏兴 你这么想吃豪门的苦 那就去吃吧 夏兴还没毕业 就成功地怀上了张腾飞的孩子 母瓶子贵 张腾飞本来不打算娶夏兴 但是爸妈却把他们恋爱的照片 发到网上 甚至直接爆出夏兴怀孕的消息 还买了热搜 大肆炒作这件事 张腾飞是大公司的董事长 还是国内著名的慈善家 对他来说 名声非常重要 为了自己的名声 他最终妥协了 同意和夏兴结婚 婚礼隆重而盛大 夏兴出尽风头 他笑得合不拢嘴 可张腾飞却一言难尽 我经过一个无人角落的时候 看到张腾飞和他的秘书热烈拥吽 画面太刺激 我差点就想吐出来 拥吻完后 女秘书倒在张腾飞怀里撒娇 张总 明天晚上 我在家里等您 你要来哦 张腾飞柔顺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好 等我 女秘书激动地立即在他的脸上 狠狠地亲了一口 张腾飞坏笑 用力地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女秘书称笑 讨厌 我差点连隔夜饭都吐出来 赶紧提起裙子 捏头捏脚地跑了 上一世 张腾飞也和他的女秘书勾搭成肩 这是公开的秘密 公司里的人 既瞧不起女秘书 却又多敬畏他 女秘书还曾在我面前得意洋洋的示威过 你只是腾飞养的一匹兽马 是他用来巩固事业版图的工具 我才是他的真爱 你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 这些都是下星不知道的事情 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他 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下月是这么的难看 我的身体在25岁的时候就已经犹禁灯哭 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失眠 长期饱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另一方面也是我不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 我的身体垮了 我要死了 我不是没有想过和张腾飞离婚 可是那些肮脏的过往 就像刻在我身上的烙印 永远都醒掉了 还不如一死了之 下星不知道 我一点也不恨他放火烧死我 婚后不久 下星挺着还未显怀的肚子 来外公家来看我 此时的他 珠光宝气 满面春光 他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了他手上的镯子 知道这值多少钱吗 一亿 是腾飞给我拍下的 还有这副耳环 价值两千万 我没有丝毫羡羡慕 但声道 恭喜你了 张太太 他的笑容慢慢消失 尽情地奚落我 下月 你考上哈佛又怎么样 你过得也没有我好 看看你现在 一身土味 简直就是个村姑 他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嫌弃 下星 她是你姐姐 也是我的心肝宝贝 你说话放尊重点 外公突然出现 冷着脸 重重地呵斥下星 下星顿时满脸委屈 眼神却是不甘和怨恨 他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就扶着肚子 离开了外公家 外公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 摇头叛息 他这样的人 想不了福 我轻轻点头 下星无知 刻薄 是不可能守得住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 我朝外公笑道 外公 谢谢你 说完 我张开双臂 拥抱他 外公心疼地抱住我 有我在一天 我就不会让他欺负你 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被人珍视的感觉 真好 下星经常向我们炫耀 他的豪门生活有多么美好 比如参加了什么高级聚会 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一起吃饭 又比如家里每天都能停落势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 爸妈与我荣烟 当着我的面对他夸赞不已 同时还不忘教育我 下月 你天天捣过你那些画画 有什么用 还不如学学你妹妹 我懒得回应 全副心思放在了事业上 我相信 老天不会辜负所有努力的人 我的作品 入选了当届奥运会的宣传画 并且在网络上爆红 好评如潮 下月的公敌也太强了 实名羡慕 他当年高考时 是国内唯一被哈佛大学录取的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仍然无人超越 下月的外公是著名画家张公颖 他轻于蓝而胜于蓝 真的太棒了 也因为这个作品 我一夜成名 爸妈为我感到骄傲 说什么都要为我举办宴会 替我好好地庆祝一下 宴会很热闹 来的人很多 就如同我当年考上哈佛爸妈 为我举办庆功宴一样 那些顶级的阔态 对我夸赞不已 还亲切地拉着我的手 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正准备说还没有的时候 夏兴挽着新婚老公张腾飞的手 突然出现 张腾飞还是老样子 油腻的脸 深不可测的眼神 浑身都散发着 让人不舒服的味道 下月 恭喜你 他不嫌不淡地 对我说出了这句场面话 我皮笑肉不笑 谢谢 张腾飞看向旁边的夏兴 夏兴 还不赶紧把送给你姐姐的盒子拿上来 夏兴哟了一声 然后递给我一个黑色的盒子 我打开盒盖 一条精致的珍珠项链出现在眼前 夏兴说 腾飞上个月去香港 拍了两件珠宝 我戴不了那么多 其中一条就送给你吧 姐姐 你没戴过这么贵重的手势 这下可要好好戴戴 我假装听不懂他话里的嫌弃 我是普通人 这些昂贵的手势 但也没用 你自己留着吧 我把手势还了回去 然后我转头看向旁边的霍太 回答他刚才的问题 霍太太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霍太太顿时喜上没烧 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 那真是太好了 改天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 你们年龄相仿 有多喜欢艺术 一定能聊得来 我笑盈盈地说好 然后默默看向夏兴 夏兴的眼底 全是嫉妒 霍家的家世 是京都财力最大的家族 比张腾飞要好上很多 霍太太的儿子 人称金圈太子爷 是夏兴这一世的校友 也是他年少的暗恋对象 夏兴曾想尽办法勾引霍少 可霍少根本看不上他 对他从来没有好脸色 所以爸爸才徒而求其次 把夏兴嫁给 比他大二十岁的老男人张腾飞 奥运会结束后 我趁热打铁地举办了个人画展 这是我的手场画展 外公给了我很多助力 他比任何人都希望 我的手场画展能取得成功 霍太太也挽着他的儿子 金圈太子爷高调先生 霍太太很喜欢我的作品 一个劲儿在夸我天赋好 完了 还对他儿子霍炎正说 夏月真是太英秀了 儿子 你多跟人家学学 霍炎正温暖和煦的目光向我投来 我朝他 浅浅勾立下嘴角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穿插了进来 你瞧瞧人夏月多能干 又是考上哈佛大学 又是作品入选奥运会 你们可是同胞姐妹 怎么就相差这么远 是夏兴和他的婆婆 他此时的肚子已经微微显怀 却还得帮他婆婆拿衣服 防扇帽 还有包包 哪里像豪门阔胎 分明像张家家里的佣人 我不由自主地勾了勾嘴角 张腾飞的母亲 是个极其刻薄的老太太 前世我没少被他折辱 他很看不起我 因为他觉得 我就是贪图他们张家的荣华富贵 所以处处刁难我 家里分明有用不完的佣人 老太太却还是让我 每天晚上都打水给他洗脚 还要让我给他手洗内裤 这些事情 我并没有告诉家里人 所以夏欣并不知情 只怕这一世 他在张家的待遇 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 夏月 老太太见着了我 主动与我打起了招呼 我淡淡地应了一句 老夫人好 老太太主动拉起了我的手 热情地说道 我把你的作品全看了 你画得真好 什么时候有空去我们家做做 你教我画画呗 老太太没有别的爱好 最喜欢作画 她年轻时也曾梦想要作画家 只可惜天赋有限 未能实现 后来嫁给了张腾飞的父亲 做起了全职太太 也就把这个梦想永远搁置了 我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脸色 张家 我是半步都不想再迈进去了 夏欣插话了 姐姐 我婆不好心邀请你 你该不会不领情吧 她眼神里带着对我的不满 仿佛在说 你不要不知好歹 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老太太不愿地瞪了她一眼 夏欣顿时满脸委屈 众人看着她的眼神 有同情 也有奚落 我若无其事地 朝老太太笑道 好 等有空了 我们再切磋切磋 就等你这句话了 老太太满是皱纹的脸上 堆满了笑容 我的首场画展举办的比较成功 来的人不少 评价也几乎都是好评 我算是起了一个好的开头 马上又投入了第二场画展的筹备工作中 就在这时候 爸妈打来电话 他们说夏欣复中的孩子太挺夭折了 让我赶紧去医院一趟 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夭折了呢 我赶紧放下话笔 和外公去了医院 我们刚到病房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爸妈训斥夏欣的话 好端端的 怎么孩子就没了呢 你怎么就不知道小心点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精心培养你 把你送进了顶级豪门 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你是猪脑子吗 连个孩子都没能保得住 你真的太蠢了 和你姐姐比差太远了 夏欣呜哭泣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上个月我才做过产检 医生说孩子很健康 谁知道这个月做产检 医生就跟我说太挺了 听到这里 外公摇头叹息 豪门深似海 他以为豪门那么好混 不用说 肯定是有人对他的孩子动了手脚 我也看了一口气 夏欣无知 浅薄 真不是混豪门的料 外公满脸失望 走吧 我懒得进去看他了 我点点头 好 我也不想面对里面那三个人 张老太太本来就看不上夏欣 他上起怀孕时 都闹他大呼小叫 现在他孩子没了 张老太太对他更美好脸色了 霍太太55大寿那天 我去了霍家给他祝贺 夏欣 张腾飞 还有张老太太也来了 夏欣因为给张老太太倒立一杯咖啡 因为太烫 惹来一顿痛骂 这咖啡怎么这么烫 你想烫死我吗 张腾飞也跟着骂起了夏欣 怎么就不知道小心点 夏欣面红耳赤 无地自容 却不敢反驳一个字 我坐在游泳池旁边喝抹茶的时候 霍炎正捧着点心过来了 整个晚上都没见你吃东西 这些点心都是无糖地质的 我专门让厨房给你做的 他怎么知道我在减肥 对上他一如既往温暖和煦的目光 我的心微微融化 谢谢 点心很好吃 怎么吃都不腻 他嘴角带着浅浅笑意 不过还有 我连忙摆手 你想胖死我 他的嘴角里的更开了 不敢 此时 我突然撇到不远处 夏欣正满脸乌云地盯着我们看 一日 夏欣找来了外公家里 他直奔我的话是 夏月 你到底用了什么方式勾引霍炎症 这是他昨天晚上就想问的问题吧 这么耿耿于怀 看来他还是对霍炎症念念不忘 看着他眼里翻腾的醋意 我云淡风轻 我从来没有勾引过任何男人 怕他气氛不已 一脚踢翻了旁边的颜料桶 黑色的颜料 铺在白色的瓷砖上 地面瞬间脏了 我们明明已经更换了人生剧本 凭什么你还是过得比我好 看着暴怒又不甘的他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夏欣 人都是目强的 没有人会看得起一个 只想从别人那里得到 或许 占有东西的人 你以为你不说 别人就看不穿你吗 你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 他恼羞成怒 同行认识 期间 我出来上厕所 经过一个房间的时候 突然看见夏欣在里面 他正在被一个油腻的 能当他爷爷的老男人 强行灌酒 我身上的血液 突然倒流 起刷刷地冲向我的脑海 全身却同时发亮 我认得这个老男人 他话成灰我都认得他 他就是前世张腾飞 逼我去伺候的 某个重量级的大人物 张腾飞野心勃勃 一心想扩展事业版图 为此不惜把自己的老婆 打包送上别的男人的床 这个老男人是个变态 对我折磨得几乎没了半条命 我永远都忘不了 那些肮脏的可怕的过往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几乎就要缺氧 赶紧跑了 再次见到夏欣的时候 是在医院里 他正被张家的庸人扶着 颤颤巍巍地从人流室里走出来 和他一起来的 还有张腾飞的女秘书 女秘书不冷不淡地对他说 太太 张总让我来盯着你 既然孩子拿掉了 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我公司还有事 先走一步 你好好照顾身体 毫无疑问 夏欣刚刚流掉的孩子 不是张腾飞的 至于是哪个男人的 还真不好说 女秘书走了以后 我走向夏欣 对于我的出现 夏欣感到很意外 又有一种无地自龙的窘托 他说 你是来看我的笑话了吗 我朝他取了举手中的药 外公病了 我来替他取药 夏欣还是不敢看我 对旁边的庸人说 我们走 我突然出声 夏欣 那些老男人很恶心吧 夏欣顿时面露震惊之色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难怪你当初会 毫不犹豫地搁外公走 夏欣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酸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 夺况而出 因为这就是你想要的 他近乎甜狂地笑了 也不知道是笑自己的傻 还是笑自己的蠢 夏欣把张腾飞捅了 张腾飞全身上下都是伤口 没有一处是完整的 可见他对张腾飞有多么的恨 夏欣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我去监狱看他的时候 他早已不复过去的光鲜亮丽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 和我更换人生剧本的事 我平静地对他说 夏欣 谢谢你放了那把火 让我得到了解脱 夏欣哽咽 艰难地从喉咙里发出声音 霍炎症 应该很看不起我吧 没想到到现在 他还在意霍炎症 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了 反正他和霍炎症也没有机会了 夏欣放下话筒 哭得不能自已 我说你好好保重 说完我就走了 监狱里死气沉沉 外面却晴空万里 到处都散发着自由的味道 夏欣 我不恨你 一点也不恨你 谢谢你替我 背负了我前世的命运 因为你 我今生才有可能 能成为一个体面的人 不久后 监狱那边传来消息 夏欣自杀了 夏欣自杀后 妈妈承受不住打击 一下子就病倒了 没多久就去世了 而爸爸也因为承受不起 连二接三的打击 精神开始变得不正常 我毫不犹豫地 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一家人 为了实现阶层跨域 费尽心思 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真是可笑又可悲 但是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当霍言正向我求婚的时候 我拒绝了 我其实是有过心动的 但是我不想在 踏入上流社会 这个处处都透着 追命逐利的气息的圈子了 我想过一种 更加自由的人生 拒绝他之后 我和他 和货家断绝了往来 也淡出了 上流社会这个圈子 从此专注事业 我今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名利不缺 钱财不缺 还有自由 我过着舒适而惬意的生活 如果我加入了货家 我不可能拥有现在的成就 也不可能过着 这么舒心的生活 人生总是在取舍 但有一句话 想与诸位共勉 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靠山 愿我们所有人 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舵者